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回答,Google、英特尔、高通、微软、AMD等科技巨头在AI晶片市场竞逐,争抢试战,让全球AI市场百花齐放,最大赢家非台积电莫属。 台积电拿下全球九成以上AI晶片委外代工订单,成为未来几年成长最大动能。 Open AI成功代起生成是AI热潮后,紧接着便是挥达应用在AI的高速运算HPC晶片需求开始火热,连带让Google、英特尔、微软、AMD及Meta等大厂相继跳入AI晶片市场。 回答,AMD AI晶片热销之际,更掀起云端服务大厂的客制化晶片热潮。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不论AI晶片或是云端服务大厂的客制化晶片,都需要搭配复杂的AI演算法。 因此,高速运算效能已经成为必需功能,让先进制程晶圆代工头片需求大增。 其中,台积电已经成功拿下Google、英特尔、高通、微软、徽达、AMD等大厂的AI晶片或客制化晶片委外代工大单。 相关大厂几乎都采用台积电6nm以下先进制程,推升台积电营运热转。 统计台积电在AI晶片市场成功拿下超过九成以上的代工订单。 法人透露,受惠AI晶片需求畅旺,台积电今年6nm、5nm、4nm或3nm等先进制程产能利用率都维持高档。 加上CoOS、Info等先进封装需求畅旺,推升台积电今年的盈月热转。 法人推估,台积电今年美元计价合并营收,渴望年增24%至26%,再度缴出历史新高的成绩单。 之所以会这样,主要是在半导体行业的激烈竞争中,台积电凭借先进的制程技术脱颖而出。 其3nm制程工艺,作为目前量产的最尖端技术之一,不仅电机效能显著优于5nm工艺, 更因其高昂的报价成为市场上的稀缺资源。 尽管初始阶段,极有苹果敢于尝试这一新技术, 但随着制程技术的日益成熟和市场需求的扩大, 英特尔和AMD等巨头也相继加入3nm制程的行列, 预示着台积电在这一领域的营收将迎来大幅增长。 回顾去年,台积电的3nm产能几乎全部被苹果占据, 其营收占比达到了15%。 然而,随着2024年,苹果因iPhone销量预期下滑而减少3nm制程订单, 外界对台积电的未来走向充满疑虑。 然而,英特尔和AMD的入局却为台积电带来了新的增长机遇。 英特尔作为半导体行业的老牌巨头, 近年来在制程工艺上逐渐落后于台积电。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 英特尔不仅将晶片部门重组为IC设计和晶圆代工两部分, 更选择与台积电合作,将其Lunar Lake处理器全系列交由台积电代工。 这一决策不仅标志着英特尔在代工领域的重大突破, 也为台积电3nm产能的填补提供了有力支撑。 与此同时,AMD作为台积电的长期合作伙伴, 其Zen5架构处理器也有望采用台积电的N3E工艺进行代工。 AMD和英特尔的加入, 无疑将进一步推动台积电3nm工艺的市场占有率, 并有望使其营收超过主力5nm制程。 值得注意的是, 随着工艺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成本的逐步降低, 未来高通、联发科等厂商也有可能转投3nm工艺。 这一趋势将使得台积电的3nm营收达到新的高度, 进一步巩固其在全球半导体市场的领先地位。 当然, 人们也应看到, 台积电在3nm工艺上的成功并非一蹴而就。 从最初的高成本和市场接受度低, 到如今成为行业争相追捧的香波波, 台积电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投入。 然而, 随着更多厂商加入3nm阵营, 市场竞争也将愈发激烈。 台积电仍然在继续加大研发投入, 提升工艺稳定性和生产效率以应对潜在的挑战。 此外, 对于采用3nm工艺的厂商而言, 如何在保证效能的同时控制成本, 也是他们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 毕竟, 高昂的报价曾一度限制了3nm工艺的市场应用。 未来, 随着工艺技术的成熟和市场规模的扩大, 有理由期待3nm工艺的成本能够逐步降低, 从而推动其在更多领域的应用。 在所有玩家中, 台积电在3nm工艺领域的成功并非偶然, 而是其长期技术积累和市场布局的结果。 随着英特尔、 AMD等巨头的加入和高通、 联发科等潜在客户的涌现, 台积电在3nm领域的营收, 有望实现大幅增长。 具体来看, 台积电受惠苹果、 英特尔及AMD等三大客户频频追单, 3nm订单动能强劲, 今年逐迹看增, 一路望到年底, 成为半导体产业复苏的领头羊。 台积电向来不评论客户订单动态, 据了解, 台积电去年第四季, 三奈米贡献营收比重约15%, 今年在大客户相继采用三奈米量产效应带动下, 三奈米营收占比有望突破两成, 成为第二大营收贡献来源, 仅次于5奈米。 就三大客户在三奈米下单状况来看, 苹果今年iPhone16新机将导入A18系列处理器, 加上最新笔电自研晶片M4也将到位, 两款主力晶片都将在第二季开始在台积电, 以三奈米生产。 英特尔方面, Luner Lake中央处理器、 绘图处理器、 高速IO晶片等, 亦确定在第二季与台积电投片量产, 这是英特尔首度将主流消费性平台 全系列晶片尾由台积电代工, 是台积电今年三奈米一大新订单来源。 AMD今年将端出研发代号Mirvana的Zen5全新架构平台, 预料将大幅强化AI应用, 维持惯例, 采用台积电晶圆代工, 并以三奈米制成投片, 预期下半年问世。 另外, 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SEMI三月底表示, 晶片巨头台积电和英特尔预计将在今年内完成2奈米或以下晶圆厂建设。 台积电预计每月将获得67500片8英寸晶圆的产能, 而英特尔预计将获得202500片的月产能。 虽然预计英特尔将成为晶圆代工厂中最快是2奈米晶片商业化的公司。 但英特尔的PC处理器AeroLake是第一个采用2奈米节点制造晶片, Chiplet的Tel架构是2奈米。 其他Tel预计仍将由台积电生产。 虽然台积电今年的产能仅为英特尔的三分之一, 但其主要客户苹果将2奈米应用于iPhone AP晶片, 其产能预计将大幅增长。 与此同时,SEMI今年对2奈米的预测并不包括三星电子。 三星电子此前表示,预计将于2025年开始2奈米生产。 这对于三星来说也算是一种讽刺。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库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